各位你們好,我是阿蘇,Johnny蘇 今天打算弄杯冰滴咖啡喝一下 首先準備好磨豆機和冰滴壺 首先當然是清豆的重量 然後把豆倒入磨豆機裏 因為我這個磨豆機的份量比較小 所以豆需要分開兩次進行 終於準備好了 現在開始磨豆 磨完之後就要把粉放入磨豆器裏 在上面我們會放一張蕾子 接著就是加水進行溫蒸時間 溫蒸30秒之後我就加上上壺 然後在上壺放入冰塊 我們可以大概放入200克的冰塊 接著就會在裏面加入大概100克的冰水 加完之後的狀態就好像大家現在看到一樣 大家可以看到的水一滴一滴滴在咖啡粉上面 接著現在來到一個比較重要的環節 我也要把滴水的速度調到每10秒7滴 現在我使用節拍器幫助調速 咖啡也開始滴到下面 現在我們一起欣賞一下 準備的滴漏狀態 滴了一會大家會在外面看到有些水煮的木出 一杯300毫升的咖啡滴漏時間大概需要4個小時左右 因為製作時間比較長的關係 所以外面不是很多咖啡碟可以喝到 今天的視頻就拍攝到這裡 希望你們可以喝到自己心愛的咖啡 如果你覺得這個視頻對你有啟發的話 記得給我點讚、關注和評論 我會用不同的角度帶你去看這個世界